大家好,我是凯贝莎,是一名基层工作人员 我是土生土长的新疆姑娘 在这里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的妈妈有几个认识了二十多年的汉族老朋友 大学毕业回来后,我面临着就业的问题 这期叔叔阿姨非常关心我找工作 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 只要有工作方面的消息,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 我真的非常感动 我最终当了一名社区工作者 我很喜欢我现在的这份工作 我也经常像那些叔叔阿姨们帮助我一样 去帮助社区那些有困难的居民 每一天我都过得非常充实,非常开心